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岛忠 用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一百四十四篇第一节 诗人说 耶和华 我的磐石 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 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神是教导人的神 他不会只给我们工作 而不给我们能力 他知道我们一切需要 信靠他的人 真是有福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不要小看你年轻 我们思想 不要小看你年轻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 耶利米书第一章一到十节 耶利米书第一章一到十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现在听一首诗歌 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 我美佛居目观察 你手所找 一切奇妙大功 看见星球 又听到隆隆黑声 你的大功 遍满了宇宙中 我灵歌潮 赞美救出我身 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灵歌潮 赞美救出我身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灵歌潮 我灵歌潮 赞美救出我身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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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灵歌潮 我灵歌潮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灵歌潮 我灵歌潮 有大王亚门的儿子 约西亚 在位十三年 耶和华的话 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 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靖 在位的时候 直到 犹大王 约西亚的儿子 西底嘉 在位的末年 就是 十一年 五月间 耶路撒冷人 被掳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也常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除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 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 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 我是年幼的 因为 我差遣你 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 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于是 耶和华 伸手按我的口 对我说 我已将当说的话 传给你 看哪 我今日 立你在 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 拆毁 毁坏 清腹 又要建立 栽植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耶利米书 第一章 一到十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六到七节 耶利米书第一章 六到七节 清文说道 我就说 主 耶利米书 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利米书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拆遣你 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耶利米书一章六到七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耶利米书一章六到七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我就说 主耶和华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拆遣你 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耶利米书一章六到七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不要小看你年轻 神拆遣耶利米 那时他还年轻 自然觉得胆怯 但神却不让他说 我只是个小孩 他心里怎么想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 他忘了 是神拣选他 做他的代言人 他不必费心思 想要说什么话 也不必去选择听众 他所要做的 就是到神要他去的地方 说神要他说的话 神必给他力量 做成这样的事 这不也是一些年轻传道 或教师的情形吗 神知道你是年轻的 知识经验都不足 但他拣选你 拆配你 你就不得逃避这护照 神会在你的软弱处 彰显他自己 若你像马土撒拉一样高瘦 年纪对你 又怎样实际的帮助 若你像所罗门一样聪明 或许 你会像他一样 晚节不保 持守你的信念 并坚守你的原则 你就会有智慧 甚谋能断 我们觉得可以做的事 与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之间 常常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想做的尝试 琐事 但神的心意却是 高超美好的 今天我们思想 不要小看你年轻 这个题目 当神呼召我们去服事 即使我们感到能力不足 神仍是可信的 因为祂的能力 远胜过我们的软弱 神选招人不是基于人的意愿 而是出于祂至高的主权 在我们生命中 不是由我们自己情感来决定 想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也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评估能做什么 或不能做什么 一切主权都在乎神 神厌重我们 咸询我们 是为了装备我们去做 祂定规 要我们做的事 耶利米来自祭司家庭 住在距离耶路撒冷 大约三英里的亚拿图 是祭司希勒家的儿子 蒙昭的时候 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 约西亚在位第十三年 约西亚在位一共三十一年 是南德的好君王 在亚述衰为 巴比伦刚刚兴起时 他发现律法书 在宗教上大势改革 足有成效 可惜百姓的内心 仍然倾向甲神 不肯真心实意遵守 耶华的典章 只是假意地归向他 但寻求耶华的谦卑人 想代理 感到的三个朋友 就能够持守信仰 成为大蒙俊爱的青年 可惜约西亚死得太早 复兴未能延续 最后几个犹大王 没有一个像约西亚那样敬钱 约西亚一死 马上 犹大国又恢复了偶像崇拜 六王纪下二十三章 三十七节提到 约亚进行耶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效法的列祖 一切所行的 耶利米在此时蒙照做先知 长达四十年 神按着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 把年间的烟米召来 对他说话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亚进在位的时候 知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西里加在位的末年 就是十一年五月间 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常临到耶利米 耶利米是一个个性温柔的人 神特意让温柔的耶利米来执行 注定要经历无数挫折 经历许多反对 毫无回报 果效甚为的定罪的施工 耶利米施工的第一个时期 是在近前的国王约西亚的保护下进行的 是由荣誉慢慢进到困难 在拔出拆毁的同时 他要建立栽质 这是很难的事情 欧洲宗教改革时期 马丁路德做了前面的部分 而加尔文做了后面的部分 如今耶利米两者都要做 约西亚王死后 时事越来越艰难 甚至神指示耶利米不要结婚 因为审判很快就会来到 耶利米书十六章一到四节 经文记载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 生儿养女 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 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 耶和华如此说 他们必死得甚苦 无人哀哭 必不得藏埋 必在地上像粪土 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 他们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耶和保罗在罗马帝国 对教会的敌对逼迫来到以先 也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 因现金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手速安长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 就不要求脱离 你若娶妻 并不是犯罪 处女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 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 我就愿意你们免着苦难 谁要使个性温柔的耶利敏 成为奸城铁柱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 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神知了耶利敏 会表现出 极大的忠诚和勇气 那些久安于错误的人 看耶利敏 是麻烦制造者 一天到晚讲审判的信息 让人听得很不舒服 但审判不会因为 人听得不舒服 就不会来到 神界的巴比伦的审判 将会像沸腾的锅 从北方倾倒下来 临到犹大 而他们还在向别神烧香 还在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惹神的愤怒 耶利敏要拆穿他们平安的假象 要他们不要被 他们中间的先知 跟占卜的诱惑 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耶利敏书八章 十道十一节 神说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一味地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 他们轻轻呼呼地 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耶利敏书二十五章第三节 耶利敏书 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 约西亚十三年 直到今日 这二十三年之内 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我也对你们传说 就是从早起来传说 只是 你们没有听从 神不会改变他的约 不会改变律法上 所记载的审判 他们纵然不听 耶利敏 仍然要忠实地宣讲 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三到十四节记载 耶稣到盖撒利亚 腓立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 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 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 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可见耶利米 有主的温柔 耶稣在不信 又被谬的世代传道 屡里受到反对 屡里忍受罪人的顶撞 处境就像耶利米 以这主叹息说 哎 不信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当时耶利米 一直在忍耐 当时候满足 耶利米与神相遇 神的话临到他 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 做列国的先知 神要耶利米 不只做犹大国的先知 还要做列国的先知 甚至是 以后无数的世代 包括今天的我们 他要为神代言 我们容易自我设限 以为神用我 只在这个地方 或只在这个时代 神用耶利米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一用就是四十年 斯不珍说 我们觉得可以做的事 跟神呼召我们 去做的事之间 常常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想做的是 琐碎的小事 但神的心意 却是高超美好的 我祷告的只是本国 神把他拿来擦掉 改成列国 我的祷告只是短宣 神把他拿来擦掉 改成一直做下去 一生传扬我 我的祷告是 只要服侍当代 神把他拿来擦掉 改成 我要用你所做的 印象以后的每一个时代 你看到了吗 只要你肯交出生命的主权 不要怕年轻 因为你会在神的恩典中成长 神要耶利米知道 他被任命做先知以先 在他出生以前 神就已经拣选他了 换句话说 这是神早就预定了计划 神说 我是你在母腹中诚信以先 我就认识你 你还未出母胎 我已把你分别为圣 立你做列国的先知 神知道耶利米要面对的黑暗 知道他在无理的迫害 无情的打击下 会有的心情 让他想起这件事 心里就有指望 神当初是怎么呼召他的 在意志动摇的时候 他能继续配合神的旨意 保罗蒙照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也把当年神对耶利米说的话 运用在自己身上 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保罗说 然而 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有诗人照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到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就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神选招耶利米做先知 以后选招保罗做使徒 把不同的责任托付给他们 起初耶利米在神面前犹豫不决 对神说 啊 神啊 耶利米不是满心乐意 而像当年的摩西那样 带着不情愿的心 试图找理由 说 我不知怎样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当时的耶利米 年纪可能是在十七岁到二十岁之间 没有口才和年幼 是耶利米拒绝神护照的两大理由 他感到与他的条件 一来 没有当使者的口才 不能对答如流 二来 他太年轻 没有经验 不能成为神优秀的或具有权威的使者 没有资格替神说话 但保罗就知道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不要把眼光放在自己的不足上 而要仰望神 因为他万事都能做 神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认识耶利米 知道他的能耐 他要用谁就用谁 他有能力装备任何被他看中的对象 我们平时自己不能 但倚靠神就能 弟兄姐妹 你觉得自己太年轻吗 大卫瘦高的时候 也很年轻 甚至可能比耶利米还要年轻 大卫就顺从 而神要的就是顺从 就是像先知 以色亚那样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不在于你能不能 只在于你肯不肯 神拒绝耶利米的理由 对他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拆遣你 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神同在比什么借口都重要 神的大能就神的一切 我们自认的不足 所有的理由通通消失 神是我们的后盾 我们的支援 有他同在 就能胜过一切不利的处境 神的话是不变的真理 不管人怎么反对 他的话 不会突然返回 必定要成就 不要担心 不知道怎么说 圣灵会赐我们口才智慧 主若要我去 我就去 到时 他必赐给我当说的话 十篇一百二四篇第八节 诗人说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以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保罗说 其实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的拣选 护照装备 同在 一路保护 直到完成他的目的 不管人怎么回应 听或不听 知识一厘米的 不是外面的环境 或任何人 而是神的话 不要小看自己年轻 也不要叫别人小看你年轻 主与你同在 他要用你 神用十七岁的约瑟 装备他 做埃及国的宰相 以后耶利米在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 他说 人在幼年富恶 这缘是好的 如果神选招年轻人去 从事某件工作 他一定会协助你完成这项工作 无论这工作 会有多少困难 遇到多少挫折 主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又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有我们同在 好像威武可畏的勇士 无人能胜他 让我们仰望他 恒心忍耐 不应所受的患难丧胆 而是靠主的恩典 打完美好的仗 跑进当跑的路 守住所幸的道 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做时代的工人 使多人归异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将你的重担 谢给主 阿比赶 我守一人的教徒荣耀 祂在你的永远 将你的忠感 是为主 祂必要护养地 祝你的慈爱为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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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必要护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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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能不救主的人 比不知获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坚强 勇敢 奋进 不在胆怯中过了一生 你说认识你的子民 要刚强行事 主啊 你为我们预备丰盛又美好的生命路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你是公义的日头 是我们的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谁敬畏你 你必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 你选招耶利米当艰难时代的中流砥柱 打完美好的仗 守住了索性的道 求你把一样的心智放在年轻人的心中 开他的眼界 使他们真知道你 主啊 一个人将变成怎样的人 就决定他怎样回应你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帮助我们切切地保守自己的心 将我们的心归给你 而不是归给这个世界 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 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老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灵苏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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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摆设 演戏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好